那么李铁被带走了 那么很多人都在问李铁到底怎么了 那我就这么说好了 具体什么原因 不就会查清楚的 但有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那就李铁这个人啊 以前我们只知道 这个人执教水平不行 素质还低下 因为诉求之后拒不认错 只会骂秋迷吗 还光光在那里带货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不光素质低下 他连道德跟法律两方面的红线 他也踩啊 而且昨天那个通报也没看到 他是严重的违法 涉嫌严重违法 是违法啊 不是违纪啊 而且还是严重啊 李铁啊 其实就跟中国男主是一样的 就是当你以为他很差的时候啊 他永远会突破人们 想象了这个底线的 他还会来得给你更差 输泰国你以为完了吗 他还能跟你输越南 是吧 下回还有可能继续输缅甸呢 那你说搞足球这帮人烂 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但问题是你现在看起来 事情非但没有变好 反而变得更坏了嘛 你就想这么一个事情好了 以前这个足球高层的这个腐败 基本只集中在什么主席啊 这个领队啊 以及这个裁判啊 这三个群体当中 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还有主教练 直接胡来的 好 李铁说我不服 凭什么国家队主教练就不能胡来 我就胡来给你看 你看看 你就这么一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是吧 在这么一个不要脸的这个领域呢 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你还有一点 当年有一个叫洛马的这个足球主席 叫谢亚龙的还有印象吗 也是个什么事情都干的 这个不法分子 当时被抓了之后呢 也就是 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俱乐部的知情人士 就讲过说 谢亚龙把中国足球的那个环境 彻底给搞坏了 这个土壤要恢复过来的话呢 至少要一二十年时间 那当时有人认为 一二十年的话 你是过于悲观了 但现在你自己看 今年是2022年 过去12年了 是吧 踢个球连越南都赢不了了 专业联赛队呢 就是输县级业语队了 然后丧心病狂的呢 连主教练都那么进去了 你自己说 这哪是像要有恢复的样子呢 这事情不就变严重了吗 所以我就只说了 你别说一二十年了 你就中国足球 这么换堂不换样的这个玩法 你继续搞下去的话 我再给你五十年 我再给你一百年都没有戏啊 你现在即使中国足球的 这个复兴之路啊 你要从技术上 原理上讲 很清楚了 你韩国日本 现在都已经把这个作业都写好 给你抄了 你无非就是说先高普及 让踢球的这个孩子多起来 然后的话呢 让我们有好苗子可以选 选出来之后 再好好去搞清训 对不对 这样一步一步上来的话呢 一定能够出成绩的 但问题是 你要让现在这么一帮 心术不正的人 来搞这么一个大工程的话 你觉得有用吗 你搞着搞着 最后不用搞到钱 这个事情上去了吗 立体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现在看起来 立体最后被扒出来啊 其实就是个隐形富豪啊 背后是坐拥 九家六家三的 这个商业版图的 你关联九家企业 坐拥六家股份 担任的是三家的这个监事吗 你其中一个是 还是专门去做那个 盈利性质的青少年足球培养的 那你自己说让这种人手握大权 还让他去培养青少年 能带出什么名堂啊 家长只能放心 让孩子就叫到这种人手上去踢球啊 所以说 现在国主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呢 其实搞成了 搞着搞着搞成了晚清政府 就这个根上啊 全都烂掉了 这个东西你要烂掉的话 其实你在这个形势层面 你再怎么折腾 你不管是洋务运动 还是什么白日卫星 都没用了 你除了劳民伤财 滞长腐败 是吧 早点加速自己死亡之外 你换的来什么其他更好的结果呢 你最后啊 晚清的这个结局 其实告诉我们 你想要这个事情变好 你不能指望老佛爷脑子变好 是吧 你只能够把这个腐败的这个机器呢 全部推倒重来 国主的这个出路呢 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条了 对不对 那不知道大家对 李铁跟国主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论 我是拜拜 下期白话天下 再聊